嗨 我是冰棒啦 今天的影片是8月的最愛 這是Yumi推薦的 山之翠活換精純修護凝磚 它名字超級難念 但它就是一個洗臉的肥皂 然後長這樣 而且其實蠻少人介紹它的 然後網路上寫的人也非常非常少 少到我剛開始收到的時候 不知道該怎麼用 因為我是看了Yumi寫的文章 然後它就說很適合痘痘的肌膚 或是問題的肌膚 然後我的皮膚其實 我的皮膚不是不好 但是我的膚況很不穩定 就變成是我很常耳頭都會講痘痘 如果看我之前影片就很常會發現 我耳頭這裡都有痘痘 然後生理期前後 就生理期前我也都會冒很多痘痘在這邊 就小小小小 這也不是爛掉那種 它就是有點像 閉鎖型粉刺漿在這邊 然後就很煩 就等於我每個月都會有 至少一個禮拜的皮膚不好的時期 然後我就會很抓狂 然後我就想說那我試試看這個好了 因為它其實不便宜耶 我那時候是跟它的團購買的 一千多 一千六嗎 還是多少 因為它官網的價格更驚人 它官網是有到兩千多塊嗎 我已經忘記了 因為我好像已經用了一個多月 我是六月的時候買的還是七月的時候買 我真的已經忘記了 然後它可以用滿久的 而且它的味道超香 它就是 它裡面長這樣 看得到嗎 而且還是有 還是有金箔 它裡面有金箔 所以真的蠻貴 它是說是真的金箔 你看 就在那個香皂裡面 然後它的味道超香 是很舒服的 味的香 就是它不是有一些肥皂的味道 是精油的香 或是你很明顯它是人工香料的香 但是 它這個味道我真的愛到飽 不過我就這樣放著 然後我的浴室又是通風蠻良好 如果你的浴室是非常非常潮濕 我可能就會建議你不要換浴室 但就有點麻煩 因為 你洗臉得一直把它拿進去 然後我那時候買的組合 就是它團購的組合是 是一 本來就是它那個價格就是這樣一組 然後這是03E的刷具 它是洗臉的刷子 這支真的很好用 因為我還想要再買 我不知道它會不會開團購 因為它超少開團購 我網路上也找不到任何的平台可以買到 除了官網那個很驚人的價格 那個價錢我真的買不下手 可是我就覺得用完之後它真的好好用 然後目前為止還沒有洗面乳可以超越它 然後Yumi也覺得它用過 就算後來還要用過很多不一樣的洗面乳啊 或是香皂什麼都還是沒有辦法超越這一個 然後我就想說 那我就跟著它繼續用好了 它的刷子是長這樣的 但是因為我已經洗過真的蠻久 所以它就是毛已經亂七八糟 但它很軟 就是你們可以感覺得到嗎 我不知道你們感覺不感覺得到 它真的超級舒服 已經是洗臉機的那種感覺 那我本來有想要買洗臉機 可是我發現就是 我現在太慢了 就是我會慢慢的洗 可是它在我臉上一直震動之後 我就很怕那個 比如說十秒十秒十秒 我算不出那個時間 所以我就想說 那我就用這支刷子就好了 而且這樣臉也不會越洗越薄 然後它的用法呢 因為我找不到人家分享它的用法 然後我那時候看了文章之後 我還一直問Yumi說 因為 Yumi那時候寫文章的時候 她就說你就這樣 把這個沾濕 然後在這上面畫圈取泡泡 可是取泡泡這東西 我真的是搞不懂 到底該怎麼取泡泡 我就一直以為 要這樣子畫畫畫畫畫畫 畫出很多泡泡再弄在臉上 然後我前 前大概一個禮拜洗的時候 我每天洗臉 我都覺得我弄好 因為我得在上面畫泡泡 根本畫不出來這麼多 然後我就某一天 突然想到說會不會是我誤會 然後我才把它就是 例如說畫個兩圈 然後就在臉上畫畫畫畫畫 就越來越多泡泡欸 所以應該是它這個刷子 沾到這個泡泡 就沾到這個肥皂之後 就在你臉上 就可以畫出很多泡泡 它真的非常的舒服 而且它可以當敷臉的用 就是等於你洗完第一次臉之後 我會再 就是再用一次這個 然後也是一樣用很多泡泡 跟洗臉的方法 一模一樣之後就去洗澡 然後它就會慢慢的乾掉 而且它乾掉之後 有點像薄膜的感覺 就是跟這個肥皂是一樣的 它就不會黏或是什麼 它會變得很像塑膠膜 然後在眼上乾掉 然後你可以去摸它 你會覺得好像是在摸肥皂 就不是固固的東西 所以我就覺得 它好像真的是蠻好用的香皂 因為我已經用了這麼久 一個多月它還是這麼大塊 就這樣 它跟原本真的差不了多少 我就也想要買給我媽用 因為我真的覺得它很好用 感覺它可能可以用個兩三個月吧 那如果它一個一千多塊 又非常好用 而且我用了它之後 我的皮膚真的變得很穩定 就我最近換了幾樣保養品 因為我之前真的是不太會擦保養品的人 就太懶了 然後我最近 就是被Juju跟Yumi買了一些保養品之後 我就覺得好像真的有差 我真的搞不清 但我搞不清楚是哪一個好 可是我覺得好用的洗臉產品 真的是很重要 就是我自己覺得 洗臉如果洗得乾淨 你後面的保養品擦才有用 就算你擦的不是很貴的東西 至少你臉洗乾淨 你皮膚就不會擦去哪 所以如果 你們想要試試看 比較好一點的洗臉產品的話 可以試試看這個 那我會把連結貼在底下 但我不確定Yumi什麼時候會開團 開團的時候買真的很划算 所以我想要開團的時候再買兩組 因為我那時候有 就是請他幫我問廠商 例如說 有沒有什麼其他優惠家還幹嘛的 都沒有 如果沒有開團 我就買不下去兩千多塊的肥皂 但這個真的是我的 這個月最愛 有 這一次有新出的氣墊粉餅 然後長超級好看 黃色配黑色的 太可愛了吧 就有這種塗鴉感 我平常 因為很多氣墊粉餅 要嘛就做很優雅 可是 這種個性風真的是我很喜歡的 然後它是 韓國的什麼 天然草粉類的保養品 我覺得 我覺得它跟QS有點像 然後我也是因為 上個月買了QS之後 覺得QS很簡單的保養品 好好用 所以我就想說 那不然給孩子機會買看看 而且那時候 奇摩 購物又是在打巴士者 所以我那時候一整組買下來就這個 它有兩個新 然後加這個 跟一大堆的贈品 也非常便宜 所以我那時候就一起買 然後買完之後 真的覺得很好用耶 就我近期的 氣墊粉餅東這個 可是 它是一個很神奇的氣墊 但是我覺得它只感做超差 就是我那時候一收到的時候 就想說 因為它是塑膠 但它在 就是 賣這個的時候 有非常非常多美妝 不過可寫文章 然後我問了幾個人 他們也真的說 真的好用 然後我還看了Ada本人之後 我就想說 你今天膚礦怎麼這麼好 皮膚超亮 他就說他用了這個之後 我當天回家就立刻去買 然後我也愛上 可是我收到之後 真的是很塑膠 我就想說 這質感怎麼這麼差啊 我這個都沒事 我就想說 我買了很多韓國氣墊粉餅 但沒有買過質感這麼差的 他會不會不開心 可是他除了質感差之外 都很好用 他一直到我用到臉上的那一刻前 我都覺得 我是不是買到地雷 他裡面長這樣 因為他的氣墊孔也是大大的 而且他很神奇 他是怎麼按都不會 就是 我覺得他設計很好 是不會 讓你這邊有東西擠出來 因為我買MISSHA的 他很容易 一按之後 這邊就擠出很多粉底液 我覺得好噁 然後他 他開在臉上的感覺 他其實沒有什麼妝感 我覺得 他應該只是給你亮亮 就是他會讓你 如果你本來膚況就還不錯 他就是一個很清透的妝 然後會讓你的皮膚 一整天都是這個亮度 然後他控油也非常的好 所以 你只要一點點蜜粉定妝 甚至你不定妝都沒有關係 我有時候也忘記 就來不及 因為我妝都亂忘 我都來不及 然後就可能拍一拍就趕快出門 然後用粉 蜜粉餅 或粉餅 牙牙也行 因為他幾乎幾乎不會妥妝 然後非常非常的透 但我覺得這個可能 冬天用就不適合 但非常非常適合 夏天 尤其是去海島國家 因為我用這個之後 還沒有去海島國家 但我覺得這個的 就他真的很清爽 你真的會有一種 臉上很薄水很薄水的感覺 所以是很舒服的 就不會有韓式氣墊粉餅厚重的感覺 可是他真的沒有 他幾乎是沒有遮瑕力的 然後我也不是追求要遮瑕的 所以 你們看我的皮膚其實還是有 很多瑕疵 就小斑點啊 豆疤啊 什麼的 他都是遮不掉的 但是 皮膚是亮亮的 所以我就 很喜歡這個 因為我本來就是喜歡 有上妝 超像眉上妝 像一個 開心感覺的樣子 我覺得他有點像 潤色防曬吧 因為他有防曬系數 50 他有 50 就是 他是有防曬的 所以 他有點像是 只是讓你一點點 潤色防曬 然後你去上課還幹嘛 就不需要妝感很重的時候 平常可以用的東西 然後那個 炸彈霜也超級 好用 我覺得 他真的很水欸 我已經看 之前 你看他已經被我用凹成這樣 但我覺得他蠻小罐的 可能我兩個月就會用完一罐 或是一個月就會用完一罐 然後他真的是 超級水 你們看 是立刻會吸收的那種水水 很舒服 他真的超級舒服 我真的很喜歡 就是 真的有那種水在臉上那樣 啪炸開的感覺 因為我皮膚真的超乾的 然後我就覺得這個真的好好用 他就是也不會黏黏的 然後是 幾乎沒有什麼味道 有一點點涼涼的 很像 香草 薄荷草還是什麼 我不知道什麼味道 就是很舒服的味道 我喜歡沒有味道的保養品 再來這個是 Juju推薦的 奇 奇蹟修復水 他厲害的地方是很多人都說他是平價版的青春露 那 我沒有用過青春露 因為對我來說太貴了 所以我就買了這個 欸他很便宜欸 我是跟我室友一起買的 因為他買了兩組 一組放在家裡 我就說那你那組先給我用 然後我昨天 要去 PC Home找價格 之後發現他買一送一六百八 等於一罐才三百多塊 跟一般的化妝水就是一樣的啊 所以一點都不會心痛 然後他倒出來是這樣 乳白色的 然後非常的水 他是化妝水 但是他有點像乳液的感覺 然後也沒有味道 在網路上造的 他就是瑪格莉酒的 顏色吧 我也不知道 但是因為那些酒 本來就會有那個像我們啊 就跟清酒啊 還是什麼 是一樣的 SK2不是也是清酒的酒魄還幹嘛的嗎 但我就 現在很喜歡這個 我用完這個之後 隔天臉真的超亮欸 所以我現在就是 我的保養就超簡單了 用這個洗完臉之後 擦這個 跟這個 就沒了 我就這樣子 如果沒有其他意外 我應該 就會一直持續的用這個 用用用用用用 用到冬天 如果覺得他們不夠力 再換更滋潤一點的東西吧 我真的 不是會換保養品 化妝品的人 就是同樣一個 然後朋友推薦 我就一直持續用 也不想要換新的 也不想要嘗試新的 我真的是 非常藍的保養人 好 再來 是化妝的東西 還有兩個 是YSL的 水凝露 忘記它叫什麼名字 我也用了一陣子 它也是好好用啊 因為我之前 愛的是 換眼凝露 也是Yumi推薦的 沒有遇到他們之前 我真的也是一個 不會化妝的人欸 還要感謝主人 我用的是 換眼凝露 然後它很好用 它好用到我買了三條 它是 這個也非常有名 然後如果你在網路上 嗯 奇魔購物 它已經這條快被我用完 快擠不出來 奇魔購物有特價的時候買 就很划算 它擠出來是這樣透明的 我的是保濕 然後我用了這個之後 發現它比換眼凝露更好用 可是它的價錢大概是換眼凝露兩倍 所以我會交叉著用 就如果 我的臉今天真的乾到炸 我就用這個 因為它要更保濕 而且它的香味是 很 一樣也是 高級的香 就是很舒服的香 換眼凝露的香是 就沒有香味 它是 原本那個材質的味道 就也是沒有香味 我真的很喜歡沒有香味 但是YSL的香 是很舒服的 高級的香 它是 給你們看看 它其實 這樣小小一個 然後我一開始還想說 哇怎麼這麼小一個 但它還有特別說 因為它是一個很保濕的東西 所以 你可以放在你的包包裡 然後你甚至出去 譬如說晚上 跟朋友去喝一杯啊 或是什麼 需要補妝的時候 你放在你很小的化妝包裡面 也是可以隨時拍上去 然後就可以幫肌膚補水 增加它的光澤的意思 所以它才故意這樣做小小一個 因為我後來其實有發現 換眼凝露真的太大了 它連我的化妝包 刪進去都有點叮叮 所以 我就覺得 這個包裝還不錯 那它是用這種小小的口 你就蠻好控制量的 然後擠出來 一點點就可以了 它所以 雖然 它好像兩千塊吧 然後換眼露大概 如果特價買 可以買到九百 出九百多 這樣 大概一千塊這樣 所以 我覺得它用量是很省的 它們兩個的差別是這樣 水凝露是這個 然後換眼露是這個 然後水凝露推開 真的超水 它是 立刻會化掉的這種水 就是很舒服的水 而且 它的水 會有一點像是在你的臉上 有一種霧霧的薄膜 就是幫你 很像是把肌膚的紋路浮平的感覺 真的很舒服 而且它真的很水 你看 它整個爆炸的水 感覺它好像全部都是水一樣 很像是浮保濕凝動 那換眼露是 也是很水 但它是比較稠 就是 它不會這麼 這麼 它不會這麼快的化掉 可是 水凝露是會立刻 好像 你一抹在臉上 它整個就化掉 變成一堆水 也是像炸彈上炸開的感覺 所以我會覺得 水凝露感覺很像是擦保養品 可是換眼露還是會有一種 素 就是 很像防曬還是什麼 悶悶的 把你的皮膚包住的感覺 可是水凝露是很透很舒服的 一分錢一分貨 我就覺得 你看兩個這樣推開的感覺 就是 我換眼露已經一直推一直推 它還是醜醜的 然後水凝露已經水到炸開 水到這了 一直流下來 它其實這樣 它其實 剛剛那一點點就可以擦整個臉 然後我換眼露現在就會毛起來擦 因為就會 我剛剛把它全部擦 擦一擦不要浪費 所以 我覺得兩個的功效是差不多的 你就選一個 你自己預算可以的買 或是 你就想要用YSL的話 你也可以去試試看 你去櫃子上摸一次 你就知道 它 貴的有價值 那它也用得蠻省 所以我覺得 它應該也是可以一條 用個兩三個月的那一種啦 因為 我也是每天在用啊 所以我就覺得 尤其 用了這個之後 再上氣墊粉餅 妝也會超貼 就是你 我覺得用了它之後 你用 你可能覺得不太好用的 底妝 反而會突然覺得 底妝變好用了 但是換眼露 就沒有這個這麼厲害 有那種氣死回生的感覺 那再來一個 就是也是氣死回生的東西 我覺得是 YSL的 純粹 已經超多美妝博客介紹它 但是我也是 最近才發現它的威猛 它的頭很可愛 就很像 它是一個唇印 很像是你每一次 擦嘴唇的時候 就是一個 輕一下的意思 然後 它的設計啊 也是你這樣子沾一次 所以就差不多是 就是你塗一次的亮 然後它真的 非常的好勾勒你的唇心 然後它是透明的 就它擦上去是沒有顏色的 你看喔 這樣是沒有色的 一點點淺淺的色 但是它會隨著你的體溫 慢慢慢慢有沒有 慢慢慢慢的變深色 然後我最近就非常的喜歡 因為你擦上去之後 就是很透 然後你感覺你的嘴唇 好像很好清一樣的感覺 因為我原本已經有顏色了 然後你可以再上上去 而且它上唇峰真的是 超好畫 然後又是精油的 就是你擦一次 剛剛就一次的亮 就有點 我有點把它當作護唇膏在用 然後又是會有顏色的 所以我真的 非常喜歡 然後這個是5號 我後來又想要買 最淺的顏色 因為我也覺得 因為它是一開始上去沒有顏色 所以它如果是最最最淺的顏色 其實你可以搭配你 可能本來很顯出 或是很乾的唇膏用 它也是可以讓你 不要的爛唇膏 通通都變成很厲害的唇膏的 一個東西 再來是那個 BadVC的蜜粉 我是看很多美妝博客寫 然後我就去小三美日直接摸摸看它的實體 因為我想要看一下粉細不細 但小三美日沒有刷子 可是它的官網就有 就是一將一組 然後加兩個小贈品的 一千出頭嗎 再打84折 所以我那時候就直接在官網買了 但我有一點後悔 因為它的 我先不講東西 我覺得產品很好用 而且它的粉很細 然後它打開是這樣 因為我 呃 它就是這裡有一個 那個粉撲 然後 它粉是真的很 滿細的 就是我覺得以這個價錢來說 如果是比較不好的蜜粉 真的我這樣一刷 然後我就會覺得 臉上什麼都是粉啊 然後很乾啊 可是我的 而且我的臉又很乾 所以我如果刷上 太控油的蜜粉 其實我的臉會裂掉 但這個的話 其實我剛剛有沾一些 我有沾 就算我隨便沾很多放上去 它也不會 就是讓你覺得 好像 妝感很重 還是很粉 因為我不喜歡 粉粉烏烏的感覺 但它不會 我自己沒有追求 很猛 很過疑的蜜粉 那 它對我來說就夠用了 反正 我也不是 一個 需要很無瑕妝容的人 就是我 我走一個自然露卷 隨便亂化妝 我有時候氣墊粉餅拍一拍 我就出門了 但它最讓我不爽的是 它的 我覺得它自然做得很差 因為我才剛買 我才剛收到 上下禮拜剛收到 之後我 上上禮拜收到 我上個禮拜就接了 三通她的詐騙電話 就是有人打來 說 你收到的那個包裹的前收單 什麼時候錯囉 然後 因為我第一次在外面吃飯 我就聽不太清楚 可是我一聽就知道 是詐騙電話 然後我才想說 那我來跟你聊個天好了 然後我就聽不清楚 他要怎麼樣騙我之後 我就說 蛤 你說什麼 我就掛了我電話欸 我就想說 你怎麼可以詐騙的時候 沒有誠意啊 你要做詐騙的時候 你會認真做啊 然後 他就騙我第一次之後 隔天又再打來之後 我就說 你昨天騙過囉 然後他又再光速的掛我電話 然後第三次 可能沒有助記 好像應該沒有標起來說 喔這個人不能騙 他又再打來一次 然後是同一個人 我就想說 你是有問題嗎 然後我就有一點火到 我就覺得 我才剛買你的東西 都已經在你的官網上買東西 那你給我 就是 會有這種東西 流出去 一定是你資安的問題啊 你為什麼可以把它做得這麼差 讓我一買東西 就得到詐騙電話 就算你的東西很好用 我可能也不會想要再買 我就真的有點抓狂 希望他們可以改進 不然我就只能去 有實體店面 就是有 買太遠 就是實體可以買的地方 我可能就不會在 網路上買它 因為 我同樣都買了這麼多東西 我連PC home都沒有遇到詐騙 居然第一次被我遇到這個 我真的 超抓狂 再來就是食物 食物呢 有兩個 其實有三個 但是有一個餅乾是 我放在這裡 因為它已經沒有吃過 它真的好好吃 它是那個 高飛小步 就是有那個 很像 有點像喜憨鵝 的那個 餅乾的那個 然後它是類似那樣 然後它有做一個蛋捲 也是非常好吃 我之前有發文 婆在粉絲團過 它蛋捲 一包才一百塊 然後很便宜 又超脆又超香 然後上次我室友就買了 那個 它的那個 呃 蔬果餅乾嗎 就是曬乾的蔬果乾 不會很鹹 也沒有太多調味 真的非常的好吃 還有各種不同的水果 跟那個 蔬菜 然後我就 拿著用電腦 就啪啪啪啪 吃光了 所以我就很想去買 但它不便宜 一罐要一百五十塊 然後 可能要看有沒有路邊 有沒有人在買 就是賣蛋捲的 同一個攤子吧 或是你可以從毛巫上訂購 如果你們喜歡吃這個的話 可以去買 因為我餅乾很多 做這個餅乾的 都太鹹 或是太調味 或是你一吃就覺得 就是 不太 健康的 但我覺得它吃起來是蠻健康 很好吃 然後再來是這個 福樂的無添加優格 我真的很愛吃優格 我的早餐都吃優格 然後我最近發現最好吃的是 它已經被我吃掉 它有兩個 口味 它長這樣 我是先在Seven買到 然後發現很好吃 就跑去全聯買 它有兩個口味 另一個口味 真的被我吃掉 它有原味的 加蜂蜜 這個是蜂蜜 然後跟檸檬柚子 檸檬柚子是我最愛 然後我已經吃光了 它就是這樣 然後底下是原味優格 它是說無添加啦 吃起來也是還不錯 如果可以自己有做優格 我可能會想要自己做 但我現在家裡沒辦法自己做 然後它就是一個蜂蜜 但我覺得它的蜂蜜 不太像真的蜂蜜 它擠出來真的是長這樣 晶瑩剔透的 跟我看到的那種龍眼蜜 跟任何我這輩子吃過的蜂蜜 都長不太一樣 所以我 我有點懷疑它是不是真的蜂蜜欸 因為它是泰國的蜂蜜 但它後面寫的 很正常 所以 我也不能說它是假的 它就這樣夾進去 然後攪一攪一攪就開始吃了 然後如果是檸檬柚子口味的話 上面就會有 一點點柚子的顆粒 然後又很酸 所以我非常喜歡 如果你們在上面有看到的話 可以買 就喜歡優格的話 跟這個 我最近想說要戒掉 每天喝咖啡這個習慣 然後 多喝點水 然後這是我之前去東京的時候 買的那個 一藤圓的茶 就是 一藤圓的茶 日本如果吃壽司 然後就會看到旁邊會有一小罐 然後你就可以咬一點點 然後把它泡成你的那個茶 我覺得超好喝的 它其實裡面長這樣 就有點像抹茶粉 看不看得出來 它裡面長 這個樣子 有點像是抹茶粉 然後一點點就可以泡 我就會直接把它泡一杯喝 很香 它就是茶的香 它不是抹茶那種苦苦 它喝起來就跟台灣的烏龍茶 還是什麼茶有點像 然後 然後這就是他們說的濃茶 我不知道是什麼 但是我很喜歡 好 以上就是我現在八月最愛 結果不知不覺 又講了二十幾分鐘 三十幾分鐘 所以我剪一剪應該還是有二十分鐘吧 我下次會努力精簡地把它 就在十分鐘內講完的 好 掰掰 掰掰 我每次錄影的時候都有浪沙車 衣服開 用我的衣服開